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欢迎收看自然简单,我是斯卡特老师 那今天我们要上的是青年级,就是果一的自然 目前的进度呢讲的是那个 我忘了看一下 生命现象跟生物圈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到那个生物圈的部分 什么叫生物圈,就是说我们生物可以生活的范围 可到的范围就统称为生物圈 就有生物的地方都叫做生物圈 那同学问我说,那我们那个人类已经上外太空了 那这样外太空算生物圈吗 答案不是,我们要以自身能力可以到的范围 你到外太空去啊,不是人飞过去了嘛 也是一定搭某种的交通工具 所以那个就不算 生物圈,生物它本身可以到达的范围就称为生物圈 那这是我们生物圈的范围 它是以海平面做分界 上下各约1万公尺的一个地方 就是生物圈的范围 它的高空最高,最高可以到1万公尺的高空 那1万公尺的高空有多高? 1万公尺就是10公里 那我们那个,什么圣母峰嘛 那最高峰,它是有8千多公里的样子 不是不是,8千多公尺,大概8公里左右 所以比它还要更高 那这么高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呢 它有一些细菌还活着 所以我们生物圈,就是生物 细菌也算生物的一种 所以生物可到的范围呢 就是我们的生物圈 所以最高可以海平面以上10公里的地方 海平面以下到海沟10公里地方 也是有生物的足迹哦 所以这都称之为生物圈 所以生物圈的话呢 这样算起来的话等于是 海平面上下各10公里 总共是20公里 但是上下各10公里 就是上下各1万公尺 好,这个OK嘛 好,那再来呢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的 就是在高空里面 就是有一些漂浮的一些细菌啊 那些微生物它还活着 所以我们的生物圈可以到最高空 到10公里的高空 都还有生物在 那最深的话呢 可以到那个海沟 这是我们那个海沟里面的一个图哦 这一定看得不清楚哦 一定很小啊 它有一些什么小的那些 海底的一些生物啊 它这个拍摄在那个 海底那个火山的温泉口附近 火山喷泉口附近哦 那有些生物就是靠那个火山的喷泉 它提供的一些养分 然后来做生活的哦 这个是海底的一些生物哦 这是所谓的安康鱼 安康鱼大家知道吧 就所谓的灯笼鱼哦 灯笼鱼就是安康鱼哦 然后它是那个海底下很深的深海里面 才会有的一种生物 那它的头顶这边会发光 那发光的目的有两种 一种就是吸引它的配偶嘛 对不对 叫求偶 另一种就是吸引猎物 因为深海就是没有光线到不了 我们那个光线的话呢 就海平面以下200公尺 200公尺的地方还是光线可达的地方 200公尺以下就是无光的世界了 就没有光线 那没有光线之后呢 在这么深海的生物啊 它是没有光的 就靠一些很微弱的一些光源啊 来去判断是什么东西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自体去发光 发光之后呢 去吸引猎物游过来 它就把它给吃掉了 或者是求偶这样子哦 那这个是那个碧鱼 那碧鱼的话呢 它是靠 有点像那种爬虫类 它是会走路的哦 我看这影片可以看 我们现在介绍那个碧鱼哦 就是它会在海底下呢 用两只用骑载走路的一种很特殊的鱼哦 叫做碧鱼哦 看得到吗哦 那你看它在海底下面散步哦 而事实上它是靠的 它不是脚 那个是它的那个骑哦 有特化出来的骑 所以靠那个胸骑 就可以这样子匍匐的往前爬 那这边耳朵这边 前面这边还有一个耳 很像耳的东西哦 去吸引人家去吃它 它又把它给 那个是诱饵哦 去勾引一些小生物去跑出来之后 它都把它给吃掉了哦 很特殊的一种鱼对不对哦 好这个是刚刚说那个碧鱼的部分哦 好OK吧哦 好再来 好那深海的生物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这些都是哦 它有共同的特性就是说哦 它们那个身体可能有点透明 就是不是说像我们一般鱼都是不透明 它有点半透明 那有些鱼类还会发光 它会自体发光 那发光目的大概就是两种嘛 一种是吸引猎物过来 一种就是可以帮助它辨识说 是不是自己的一些同类这样子哦 然后它们的眼睛都特化了 因为它眼睛都退化 虽然有眼睛在 但是这个眼睛呢 它已经不具视觉功能 因为已经这么暗的地方下 那眼睛虽然已经特化到这么大一个 但是还是看不到什么光 看不到什么内容 它眼睛都退化了 这个不是啊 这应该放错了 这个是那个 好 这个其他都是啊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而已 好 这个也是那个深海鱼类的一种 像这些四个都是 它会在海洋底下 它本身会自体发光这样子 都蛮特殊的一些生物 不是我们所常见的 好 那我们那个生物圈的范围呢 到底有多大 我们刚刚说 我们生物圈的范围呢 就是那个大气层 等于是很薄薄的那一层 那一圈呢 就是海平面这边呢 上下各约十公里 对不对 海平面上下各约一万公尺 大约十 上下各十公里 事实上呢 这个生物圈的范围 以我们地球来看的话呢 等于是那个表面的一层皮而已 就像苹果皮一样 那一层皮 就是生物圈的范围 这是我们那个 去看那个大气层 其实这时候很薄 只有我比不出来 就非常非常的小 我们大气层 所以我们那个生物圈 全部都活在这个的范围内 等于是活在那个苹果皮的 这个范围内而已哦 好 再来那个 我们的生物呢 为了去适应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 所以他们都演化出一些特殊的构造 跟一些它适应环境的一些方式哦 像这个是蝙蝠哦 那蝙蝠的话呢 虽然看起来不是很舒服 但是呢 蝙蝠它本身不是全部都吸血的 也有是吃水果的 也有是吃昆虫的 那吸血的蝙蝠算是比较少的 就蝙蝠哦 这种这个这个生物哦 而且呢 它是属于哺乳类的一种 它会哺乳 是哺乳类哦 所以才会说这一次我们呢 说那个新冠肺炎 就武汉肺炎呢 我们怀疑说它的病毒是来自于这个 那个蝙蝠的身上传给人类的 因为它跟人都一样 属于哺乳类 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些共同性的疾病 会这样做一个移转 不同生物的移转这样子哦 好 那它会在那个生活的环境 在那个以洞穴为主 那它本身会发出超音波 去猎物哦 所以它是在靠它的超音波 然后去做判别猎物的远近 然后就是去锁定它 像雷达一样锁定它之后 就会去去设施 这是蝙蝠的部分 看起来可爱对不对 好 有没有想养一只 那有一些那个干燥地区的话呢 就会有所谓的仙人掌会出现了 那干燥地区除了仙人掌 还有很多东西啊 像那个蝎子啊 像一些蛇啊 或一些爬虫类 像蜥蜴啊 它可能都会活在一些沙漠地区 它还可以活得下来这样子哦 那仙人掌的话呢 它是有比较特殊的构造 就是它的叶子哦 那它的叶子呢 是退化的症状 所以看这个像针的东西哦 放大一下好了 像这个呢 是它特化的叶子 它的叶子已经被退化了 就特化成增状叶 它要减少水分的善失 而且那个仙人掌呢 它这个表层哦 它就是有那个比较厚的角质层 就是比较厚的皮哦 它也是可以减少水分善失 所以仙人掌它可以活在那个比较干燥的环境下 然后不用太多的水分 就可以存活下来 它有一些特殊的构造 可以让那个水分也可以减少善失 好像那个河口地区的话呢 像有那个就是所谓的水鼻仔 那水鼻仔各位去那个红树林看得到 就是那个在树上 有一根一根像那个长长的笔一样挂着的哦 那个是水鼻仔的胎生苗 它是胎生的一种植物 它那个 这一根一根的呢 都是水鼻仔的它的胎生苗 放大看一下好了 好像这样子哦 这个不是丸豆啊 这个是水鼻仔的胎生苗 那它这一根呢 到差不多已经算成熟之后 它会掉地上去 直接就长出一根新的蜘蛛 新的一个水鼻仔出来 这个是掉落地面上的样子哦 这是水鼻仔 它在掉落地面之后呢 它可以长得出来 我们那个直播画面好像很抱歉哦 好来 再来看那个下一个 那在有一些呢 土壤比较贫瘠的环境哦 它就会适合这种东西 就称之为捕虫植物 非常的美丽哦 那它是活在那个比较土壤贫瘠 然后贫瘠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养分很不够 因为很不够 可是呢 这植物为了活下去 它只好去捕捉昆虫 或捕捉其他动物 去捕捉它的养分 因为这个土壤 不够它的养分去生活下去 它才要去捕捉那个昆虫 所以这种捕虫植物的话 就不用再施肥啊 因为它就 它不需要施肥哦 它是要靠自己去捕捉昆虫的哦 叫捕虫植物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捕虫植物的一种 叫捕蚓草 对不对 那这边有一个 那个捕蚓草的一个放大土 它刚好 哇 那个刚好补到一个 很清楚吧 这是一个大黄蜂啊 就被这个捕蚓草 给抓进来 然后就给它盖起来 那盖起来之后呢 它就慢慢的去等它 等待它死亡 然后再来去吸收消化它 那还在吃饭的 可能就不舒服 对不对 这是那个 这是捕蚓草 好 那再来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猪龙草 那猪龙草的话 它也是很特殊哦 它是有像那个盖子的东西 它也是它底下有一些味道 会吸引一些昆虫爬进来 那爬进来之后呢 它会掉落 掉落之后把盖子盖起来 然后就等它去消化跟吸收 那消化完了之后 它盖子就打开来 然后散发一种特殊味道 再吸引下一个进来这样子 所以这补充植物它们都非常的 那个大自然真的很巧妙 把它设计成这个样子 让它可以在一些很特殊环境下 依然可以存活的下去 好 那像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毛粘台 就是它上面这很多点点的都是它的粘液 这粘液的话就会让那昆虫粘住趴不动 就开始就去吸收它跟消化它 所以这也是一种补充植物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个 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下一个 好 下一个是那个实验室的守折 虽然我们在那个国二的时候 已经有上过一些进入实验室的守折 但是在国一还没有详细的上过 这个地方会特别讲实验室守折的 也只有康宣版 它有一个序论 特别去提到一个实验室的准则 那我们这边把它说一个简单的解说 量桶的话呢 它是用来去那个测量那个液体的体积 比如说你要 今天要取3毫升 10毫升 5毫升 那不是用那个天平去称重的 也不能用试管去量 我们用的这个是量桶 量桶就是去测量那个 一些液体的容量 你需要取多少 就用这个量桶来去做取 就是倒进来去看多少量 好 再来呢 这量桶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记得它不能当作试管使用 也不能说我现在试管不够了 我就用量桶去取代试管 好紧急救急一下 答案是不行的 绝对不可以使用量桶 去充当试管的使用 因为试管有试管的功能 它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很严谨的 好不好 那量桶呢 它在观测的时候呢 我们看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水平看过去 我举个例子 我这边画一下 比如说今天的液体装这么多好了 可以哈 不太清楚再画一下 再加强一下 这样够清楚了吧 有啦 来 比如说呢 这是我们那个量桶的那个意面到这边 那我在观测的时候呢 我就要蹲下来 眼睛要平视它 比如说我的眼睛要在这个位置 稍微低了一点 应该画高一点 再看那个量桶的时候呢 在那个这个对比 就是我们眼睛的位置 要去平视它看过去 这样才不会有误差 如果你看的方向不对的话呢 就会有误差 好我们举个例子 来 我把这也擦掉 好 糟糕擦不掉 来 换下一个 好 现在这个的话呢 就是那个 呃 量桶在看的时候呢 如果你今天 哎 方向被那边去了 好吧 从这边看过来是right 就是对的意思 对不对 A跟C打XX就是错的 因为你从这边看过来怎么样 叫做低估 所以 你从下往上看就低估了 本来这么多的 被你低估 对不对 你从上往下看就变成高估 因为正确是这一个 你从上往下看得到这个答案 那不就高估了 所以要怎么看 要平视的看 那看哪边呢 对中间 因为像这个呢 我们的液体 装了之后呢 会因为表面脏力的关系 它会往下凹 如果今天装的是水的话呢 如果今天装的是水 因为表面脏力关系 它会加凹下来 然后这边是平的 会有点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看中间 记得是对中间知道吗 不是说对那个最多的地方 对中间 以中间的为主 中间在哪边 你就看哪边 所以这样对过来 这样才对 如果今天装的是水银的话 它情况会不一样 我把它擦掉 如果今天装的是水银的话 它会这样凸起来 会被人家凸起来 如果这样凸起来的时候 一样都是看中间 所以不管是凹下去 跟凸起来 都是看中间 这样知道吗 好再来 好这来是那个酒精灯的使用 我们酒精灯呢 它要保持那个酒精的纯量 它的量 不要低于二分之一 然后也不要太满 不要高于三分之二 所以它的最好的范围 就是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二之间 低于二分之一要补充 多于三分之二 要把它倒掉 就是把它不要倒那么多了 不要倒太满 为什么 你倒月满跟倒太少 都会发生危险 因为酒精本身 它很容易沸腾 它只要在那个78度C 它就会沸腾 什么叫沸腾 就跟水煮开一样 所以当你的酒精灯 在燃烧的过程 如果这个整个酒精瓶的话 它温度已经到达78度C 因为火焰的关系 可能你的散热不良 还怎么样 导致它瓶子 它可能就会 酒精会沸腾 沸腾就会造成危险 所以酒精记得 在装的时候 不可低于二分之一 不要高于三分之二 所以最好的范围 它在二分之一 跟三分之二之间 不够就补充 太多就不要倒那么多 这酒精灯的部分 另外酒精灯点燃的时候 要用打火机点燃 或是用火柴棒 因为现在买不到火柴棒 所以用打火机把它点燃 记得酒精灯不可以直接一个接一个 你不要说老师 那酒精灯我现在没有火了 我就拿别族的酒精灯过来头接头 你要注意 它这个头本身是活动式的 它活动 它只要一碰就拉出来了 那个整个心会被拉出来 所以你在倒的过程的时候 你以为要去接那个火 对不对 你稍微请先的时候 这个头会掉下来 掉下来就算了 这酒精会流出来 虽然很危险的 所以不可以去 酒精灯对酒精灯去借火 这样是不对的 也不能用卫生纸来引火 那都不对 就像用打火机 这样知道吗 那酒精灯在盖洗的时候 不是吹洗 它很不好吹 而且不要用吹的 不是不卫生 而是危险的 就是说酒精灯不要用吹洗 用这个灯盖把它盖起来 就自然熄灭了 这样知道吗 酒精灯要把它弄洗 怎么弄洗 酒精灯盖把它盖起来 它直接就熄掉了 因为它会没有氧气 它就会洗掉 不要用嘴巴去吹 那不是不卫生 那是很危险 另外就是 万一酒精灯打翻之后 那个酒精溢出来 在你桌面上 它会一片都燃烧 对不对 这个时候不能用水去浇 因为水去浇会蔓延 它不会浇息 我们这种是燃料酒精 它的酒精纯度 可以高达95%以上 95%都是纯酒精 可是我们的酒精燃烧条件 只要到达40%以上都会燃烧 比如说你像你爸爸喝威士忌 或者是白兰地 或是那比较高粱酒 它只有45% 可是你点火会被烧 它会烧起来 它那个酒杯会烧起来 那酒精灯它已经是95%的酒精染料 对不对 那打翻之后 你给它浇 用水去铺洗它 你会发现铺不洗它 它会继续烧 而且会蔓延 所以酒精灯被打翻的时候 不能用那个倒水的方式 那怎么办呢 用丝抹布把它盖起来 去找到丝抹布 对着火源往那边铺盖 把它盖住就可以了 好,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那个酒精灯的部分 好,再来是那个饰管 我们饰管在使用的时候切记 饰管在用的时候呢 就是饰管它是我们那个实验器材 少数几个可以直接对着酒精灯燃烧的一些器材 那这个饰管是可以对酒精灯来去烧 但是切记不能空烧 你必须要装有液体或装有水的情况下 拿去酒精灯上面去烧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直接对火烤 对着酒精灯去烧 还有是燃烧池 燃烧池它也可以去拿在酒精灯上面去烧 那其他都不行 两桶不能烧 烧杯 虽然烧杯有个烧,但烧杯也不能烧 你烧杯要加热 要那个隔着陶瓷纤维网 有个铁架 在那边架那个陶瓷纤维网 会把那个热源做分散 这样做加热 所以烧杯也不能直接用酒精灯去烧 那都会烧破掉 会危险 那只有饰管是可以的 饰管是可以直接对了酒精灯去加热的 而且加热过程要注意 那个饰管口 不要对准眼睛 就是说你不能说看有没有沸腾 就这样看有没有 你这样看的过程的时候 他刚好沸腾那个热气会冲出来 眼睛就灼伤 所以不能对自己知道吗 那你不要去对同学 那不对 就是不要对向人的地方 这饰管在加热的时候 它的饰管口 不要对着有人的地方 记得喔 你在加热过程的时候 这个饰管口 它这个方向 不要对着有人的地方 对没人的地方 如果同学围着一堆一堆人的话呢 你就请同学让开一下 这个位置不要占人 我们就朝那个方向 因为我们在加热时要倾斜 饰管那一管那一根 不能垂直这样加热 不能这样加热 要稍微倾斜 那倾斜就有方向 你就请同学让开一下 那边不要占人 我们就这样给他加热 这样知道吗 好那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在那个做实验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要注意 我再简单讲一下 我们在做实验室的时候 第一个不可以在里面吃东西 为什么 因为怕你吃错 比如说你喝水拿错了 拿到不是水 那就糟糕了 好再不要吃东西这样子 那有必要的话 要戴那个护目镜 就是比较大的那个眼睛 护目镜 那要穿那个实验衣 如果没有实验衣的话呢 你就要把那个制服的下摆 给扎好来 不要这样飘来飘去的 也是怕那个碰到实验器材 然后在那个酒精灯加热的时候 如果有电风扇在吹 把电风扇关掉 你不能够把那个酒精灯的旁边 用课本去围起来 好像在烤肉一样 把它围起来 那不对的 那酒精灯在使用的时候 旁边不能够有任何的东西去围住它 这样会发生危险 再就是那个 不可以随便的去尝试药品 比如说老师 我也说这是不是酸的 不知道来吃一下 舔一下 都不可以 不可以随意的去尝试药品 有一些方法去测试它 是酸的还是碱的 但是不能够用你的舌头去尝味觉 化学药品不能这样做尝试的动作 另外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不能够追逐 不能够吸脑 不能够吵闹这样子 而且要听老师讲解完之后再来操作 这是一般的实验室准则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好 好 再来呢 好 再来我们要做到一些题目的部分了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投影片要放 好 这是那个鸭嘴兽 鸭嘴兽不是太锐了 有鸭嘴兽 那鸭嘴兽的话呢 其实它是一个卵生的普鲁类 它是很特殊的一种生物 不要看它好像很温馴 就想去跟它玩 它的这个后脚 后脚地方会有那个毒针 它是稀有的毒针 那个针万一扎到人的时候 它是痛不欲生的 那个就是它不至于到死亡 但是会痛到很痛苦 它几乎是比那个 就是比很痛的痛苦 所以那个看到这种生物的时候 不明的生物还是要远离它 然后不要打扰它 这样知道吗 这个是鸭嘴兽 因为等一下有个题目会提到鸭嘴兽 好 接下来我们是要做那个题目 来 我把那个讲义翻到第四页 这边有相当多的一些题目 我们今天把它做个练习 那差不多可以把这个 这个单元做一个段落的结束 来 我们看那个在第四页的选择题的第一题 好 那 某种声称具有抗癌功效的药物 注射到患癌症的白老鼠身上 以了解它的抗癌的效果 那问你说这个过程呢 是科学方法中的哪一个 你已经在怎么样 在打药物 在被实验对象的 可见就是在设计实验 设计并进行实验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好 第二题 如果实验结果跟假说不符合 那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去处理它 最后你发现 你实验的结果跟你的假说是不同的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是要修改假说 然后重新再做实验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好 第四题 鸭嘴兽目前呢 在全世界很难被发现 可能是因为工业污染水源 那水中的铅含量过高 所以造成鸭嘴兽大量死亡 有人说鸭嘴兽这边写的 水中的铅含量过高 所以造成鸭嘴兽大量死亡 这是可能因为这样子 可能因为就是提出假说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好 再看那个第五题 小波他用某种的增高产品 一年后长高10公分 但此结果并无法证明 产品是有效的 请问无法证明 这个产品是有效的因素是哪些呢 他给三个条件 第一个 他说没有对照组 假煤对照组 以他说不可能有增高的药品 丙说服用的人太少 那你认为答案是哪一个 好 那有没有可能有增高药品 我们不确定了 但是呢 他的实验肯定是没有对照组 一定要分怎么样 有人吃 有人没有吃 这样做对照 看一年后有没有都增高10公分 还是有人还缩水的 所以这要有对照组嘛对不对 好 再来 服用难受太少也是可能性 因为你没有做大量的一个采样 大量的实验 所以答案选择是假跟饼是 可能是无法证明它是有效的原因 好 所以答案选择是B 好 第六题呢 包大人药厂新推出 呼你高的增高药物 提供一年三三班全班男生饮用 这种一年三三班的男生呢 这么多吧 全班升国二后 平均升高从150 变成155公分 就全平均升高增加了5公分 但是药厂还是不能宣称说 这个药是有效的原因跟刚刚一样的 第一个你要有什么 要有对照组嘛 那你就没有啊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B 好 看那个第五页的 第七题 好 说呢 大宝的 发现他家里的榕树 哎呦 家里种榕树呢 家里是很大了 家里可以种榕树 我们现在家里 连种的多肉植物都死光了 他说家里的榕树呢 有部分的叶子都卷曲了 他的叶片表面呢 有大片的斑点 那拨开来看之后 发现有小虫藏在里面 所以大宝觉得说 虫住在叶子里面 应该比较安全吧 好 虫住在里面 应该比较安全吧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是哪一个步骤 答案就是 一样 提出假说 因为他是觉得虫住在里面 应该比较安全吧 有疑问句 可能因为什么所引起的疑问句 有没有 应该比较安全吧 疑问句 叫提出假说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好 第八题 草帽海贼团在伟大的航道上行过 经过不同的岛屿 有一整年都在非常寒冷的东岛 还有在热到不想穿衣服的夏岛 那也有百花齐放气候非常舒适的春岛 那片人不发现呢 当他们进入东岛时 三不五时就会一直跑厕所尿尿 也跟我们人一样嘛 我们到冬天的时候怎么样 水喝的不多 但尿尿很多对不对 那到了夏岛的时候 每天狂喝水 可是尿尿的量呢 经过他的精密测量 反而没有冬岛那时候多 还是跟我们都很像啊 夏天的时候水喝很多 可是尿又尿的很少 好 但是汗又流蛮多的 所以根据上述的描述呢 这个是哪一个科学方法的步骤 以他的描述来看 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说 是因为什么所引起的 他纯粹在了解在观察 所以答案属于观察的阶段 所以选的是A 好 第九题 王老师呢 发现树上有白色粉末 不久呢 整株植物就枯死了 他心想说 这白色粉末一定是霉菌 有一次用显微镜观察 并查阅书籍 他发现的是戒壳虫 那以上叙述呢 认为是白色粉末是霉菌 在科学的历程中属于哪一种 好 他心想说 这有可能是霉菌啊 没有 白色粉末是霉菌 这个他后面有个动作是去翻纹线 那你去翻纹线 表示说你还不确认嘛 你确认干嘛翻纹线 翻纹线 就是你还不确认说这个到底对不对 才要去查资料找纹线 所以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我发现说白色粉末一定是霉菌 虽然他自己心理想说白色粉末一定是霉菌 但这样的叙述呢 是属于假说的部分 因为还是无法很肯定 如果很肯定 那就不用翻纹线 就结束了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肯定要翻纹线 所以那个心里面的想法 那个属于假说的一种 所以答案选的是C 心理想的可能是的应该是 都是所谓的假说 好看那个第十题 他做糟巢蟹的实性研究 就是我们去那个海边 有一些有红树林生态区的话 会有一些小小的那个螃蟹 那个在海边那个小螃蟹 就所谓的糟巢蟹 那结果呢 它证实呢 它是扎实性的 那请医科学方法呢 将下列步骤做一个排序 那假是说 它认为糟巢蟹可能是扎实性动物 已是说观察糟巢蟹 发现消化管中 有米粒海藻小鱼的碎蟹 并是说 它用米粒海藻小鱼碎蟹 跟其他食物来去喂食糟巢蟹 这个动作在做实验了嘛 所以丙是做实验 丁是说 重复多次实验结果都一致 你看丙跟丁是后面那两个 那假跟以哪个要先排呢 应该先观察 他先观察糟巢蟹 它的消化管里面 有一些米粒海藻跟小鱼碎蟹 那才会认为说 它是扎实 何谓叫扎实 它是荤素不济 荤的也吃 树的也吃 什么叫荤的 它说有些小鱼的碎蟹 有没有 鱼是小鱼是荤的 那什么叫做树的 就是米粒跟海藻嘛 所以它是扎实 就是说 它是动物也吃 植物也吃 所以它是先观察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才认为说 有可能是扎实的 好 再去设计实验 好 再来去进行它 所以它的排序 应该是宜甲丙丁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好 再来死一题 也是个生活题 有时候我们在路边摊 不是路边摊 我们去那个 自助餐或者是买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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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的蛮奇怪的 台北地方很少这样做的 就用那种水袋挂着 去赶苍蝇 或是赶那个 赶那个文银 赶苍蝇 有遇过吗 有看过吗 有时候你在那些 在乡下的地方 想乡下乖乖的 有点弄中 就是有些地方 它那店家为了要驱 驱除苍蝇 它会在店门口 放一个水袋 那个水袋是透明水袋 用那个塑胶袋透明的装水 然后挂起来 就透明水袋 用这个方式来可以达到 驱除苍蝇的效果 好 所以呢 依据水袋的透明度 会影响 轻蝇效果的设计 假设来设计实验 则下列何者是操作变阴 他好说的 他用那个水袋的透明程度 那你要准备水袋很透明 跟不透明 来做实验 看哪一种苍蝇会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是那个水袋透明度 答案选的是C 那12题说 关于科学方法的实验中 下列叙述何者是有误的 有错的 因为他说 横变变因是说明实验室 外面的天气不断变化 实验室外面也有人来人往 叫横变变因 我们好像没有讲到 什么叫横变变因 所以答案是不对的 我们那个实验室的变因 只有三个 就所谓的控制变因 操作变因 跟因变变因 没有什么叫横变变因都乱写了 所以答案选A 好来实验题 喜欢出现在竹林的 朱罗素挖 在云林线数量快速的减少 可能是竹林被大量破坏的结果 他说这句话 可能是竹林被大量破坏的结果 是属于科学方法中的哪一个 答案叫做C 形成可测试的假说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那个国一的生物 很多时候都是选假说的 你知道吗 我大概跟你这样讲了 真的遇到的时候 你无法判断 有可能答案都是在讲那个假说 因为这种东西会容易考了 好再看那个第14题 下列关于两桶跟滴管的使用 何者是错误的 两桶我们刚好讲过 什么叫滴管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想一想 你小时候在吃药的时候 是被人家用那个滴管去滴过药 就那个吸药水 然后往你嘴巴去挤 那就所谓的滴管 就吸液体之后把它挤出来 他说何者错误啊 A 他说 读取液体刻度时视线要保持水平 跟异面的中央处等高 没有错 我们在看两桶的高度的时候 那个两桶的那个 的那个正确的读数 你就要看中间的位置 而且要平视 那B 他说 两桶不可加热 没错 但是呢 可分别使用滴管 吸取两种药品 然后使两种药品呢 在两桶中发生反应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两桶只能够纯粹做秤凉的动作 不能做一个化学反应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你不能把两桶当作试管用 那个滴管吸的东西呢 正确应该要把它挤到试管去做实验 而不是挤到两桶去 所以不对的哦 答案选的是B 然后那个滴管注意 在吸药品的时候 一样不能把它倒过来放 就是它头比较大捏的嘛 你捏完之后呢 不可以这样子放 因为你在吸的时候 这样放的时候 它有些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再画一下 因为刚好没有涂 这是滴管 滴管那个头啊 我们咖啡色的粉笔 好这边 橘色的好了 那个滴管那个头啊 它这个头 很多是橡皮头 它是橡皮材质的 柴软软软软的嘛 可以去挤啊 那一挤的时候 一放掉就把那个液体给吸上来 对不对 所以当你这样子倒过来放的时候 它这橡皮头啊 那个液体就跑到橡皮去 那橡皮遇到液体啊 它可能就会受影响 到时候橡皮本身的材质 就会有问题 可能就坏掉了 所以 我们那个滴管吸东西的时候 不能这样子倒过来放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 我们刚刚要错的答案是B 好 再来第四五题 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分解 并吸收 是属于何种的生命现象 可以分解吸收 消化的是哪一种生命现象 它说有生长 生殖 感应 代谢 可以分解跟吸收 就称之为代谢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好 十六题 寒流来的时候呢 穿在身上的预寒衣物 无法保暖 会冷得发抖 那冷得发抖 是生物里面的哪一种生命现象 A说代谢 B说生长 C是生殖 猪是感应 你冷到发抖 是因为环境太冷 你在做反应出来 所以是种感应的现象 答案选的是猪 感应可以这样讲 它所谓的刺激跟反应 环境给你刺激 让你反应出来 因为太冷在发抖 所以这种感应的动作 好看那个第十七题 十七呢 地球的大气组成的演变过程中呢 它包含了三个阶段 假说呢 是以氮跟氧为主 乙是说以氢 氦 甲烷 氨为主 丙是说以水气 二氧化碳 还有氮为主 何者是我们的大气 演变的顺序 我刚刚说过这个很重要 我们的早期大气呢 它都是以可燃物 比较多 像氢气 像甲烷 也有一些呢 那个氦气跟氨 所以那个乙是先排的 那乙过来呢 氧最后才出来了 所以过来就是水气二氧化碳跟氮 最后才有所谓的氧气 等那个绿色植物开始登陆 制造氧气之后呢 才陆续氧气才变多的啊 所以那个排序应该乙要先 过来丙过来甲 答案选的是B 好看那个第十八题 第七月来 第十八题 地球形成的最初呢 是没有氧气的 那为何现在的大气 总有21%是氧气呢 因为最早的地球 它是没有氧气 它只有什么氢气啦 氦气啦 还有甲烷跟氨气 就是没有氧气 氧气什么时候来的 但是后来呢 在地球慢慢冷却的时候 有海洋 海洋出现了有机物 有机物在演化变成了藻类 那藻类开始呢 就行光合作用 所以开始有氧气 然后就绿色植物也登陆了啊 爬虫类也登陆了这样子哦 所以那个氧气是后来出现的 好 那答案选的就是C 好 等光合作用的生物出现之后呢 地球才开始慢慢产生氧气 好 好 来第19题 我们在教室外面哦 有时候阳光很刺眼对不对 所以对教室外面的刺眼的阳光 眯起眼睛 会瞇瞇眼 瞇瞇眼不是色瞇瞇 瞇瞇眼是因为阳光很刺激 你眼睛就瞇瞇瞇瞇瞇瞇 这样看哦 好 这是什么现象呢 A他说生长 B叫生殖 C叫感应 猪叫代谢 很明显嘛 答案是感应嘛 这选出去装弊了 好 再来20题 许多血居或深海的动物呢 它的视觉会退化 但却具有灵敏的嗅觉 或其他的特殊的管杆 对不对 感官 没念好 再一次 它具有灵敏的嗅觉 或其他特殊的感官 此现象和环境中的哪一 哪种环境因子有最有直接的关系 好 为什么他们的视觉会退化 因为光线到不了 对不对 你光线到不了 留眼睛要干嘛 眼睛就是看东西的呀 看东西要有光啊 你没有光眼睛就飞掉了呀 所以他们眼睛为什么退化 因为他的光到不了 所以答案要选哪一个 跟光有关系的 答案选的是A 因为 光线缺乏 光线到不了 他的眼睛才会退化 即使他的眼睛都演化到很大一颗 吓死了这么大一颗 但是却毫无功能 因为他已经退化掉了 好看那个21 下列合相呢 不是一般生物具有的特征 A要说需要养分 对呀生物都需要养分了 B说有种族延续的能力 没有错嘛 要繁衍下一代呀 C说可以生长 对呀要可以生长 猪达说有显著的运动跟迁徙 这有很大的问题 有些生物呢 他是生物 但是他不会运动 也不会迁徙的 像我们就是对不对 现在整天飞在家不运动也不迁徙 不是啊 有一些像植物啊 他本身不会运动嘛 植物也不会迁徙啊 什么叫迁徙啊 就是说他会随着季节变化会移动的像候鸟 因为季节不同 他就会 他就会飞来飞去对不对 然后像那有些那个 有一些非洲 非洲草原的一些水牛 或是一些牛群 他会跟着水草 跑来跑去的 哪边有长草就去哪边吃对不对 他们都会迁徙 但是呢 有些动物是不会的 所以这个不是必要条件知道吗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好来看那个第22题 根据推测关于地球上最早起源的生命 何者是错误的 他说最早的生命出现在海洋中 一般我们都这样认知的 除非有重大的突破 不然目前为止我们都认为说 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海洋 除非哪一天外星人跟我们说 只有被骗了 你们都不是 你们都是我们做出来的 我们就该写教科书说 我们的最早的生命是外星人给的 目前都没有嘛 所以就在海洋中 那逼他说 绿色植物是最早出现的生命体 这错的哦 因为我们说过 最早的生命体 它不是绿色植物 而是一些有机物 那感觉起来像泡泡一样 而是它没有个具体的形态 那个就是所谓的生命的个体 一开始的时候 倒不是绿色植物 好吧 绿色植物更早以前是藻类 藻类更早以前的 就是一些细菌 细菌更早以前就是一些有生命的有机物 所以这个答案是 B字错的 好看那个23题 关于生命现象的说明何者是错误的 A它说感应是说生物感受到环境变化并产生反应的能力 这是对的 这很对 B它说 生长是由个体小到大的变化 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问题 如果今天考选择题 我们说挑错要挑最错 如果没有最错 我会选这一个 因为生长 未必都是从小个体变大个体 有些都没有变的 对不对 比如说要那个像那个 像那个像那个像那个 像酵母菌 酵母菌是生物体嘛 酵母菌繁殖的时候一个生一个 大小都一样 所以 比如说从小到大吗 不行酵母菌有小到大 那草鲁虫 分裂生殖 也是小到大 好像都小到大 好吧 打嘴 C他说 代谢是生物 增加族群的 种族的数量的行为 不是 我们说代谢是 分解跟合成 代谢不是增加种族数量的 那个叫做生殖 所以C是错的 答案选C 二的诗题 食物在消化管进行消化作用属于生命现象中的哪一种 只要是消化作用是牵扯到分解跟合成 叫做代谢 所以答案选择是B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前面讲的重点 他再怎么考就脱离不了 那几个重点 因为题目还蛮多的 我发现今天好像也讲不完 那我们就先上到这边 剩下题目我们就下周再来把他说完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